他应该思考里面,为什么会夹住那么多? 他回答他是,手上有大牌就要夹大了。 这是一个打牌最简单的核心思维。 但很多人就在学习或者说经历了几年的打牌之后,慢慢的忘了这条很简单的规则。 这个游戏在最原本的最初,无非就是谁的牌大,谁就多下注,这么简单而已。 那我们看见这里好像Azac Axton要搬桌了。 那我们看见右上角这里是另外一桌。 Jawanda是有All-in了。 对,这里剩的玩家是Jason Kuhn,Paul Foix跟Waylon。 Jawanda是利用拿了一手K勾同色,All-in了74万5千几分牌。 结果撞到了Kum的Nuts,一对A。 那不幸的我们看见Jawanda在这里淘汰出局。 那现在我们赛场还剩13位玩家。 那不幸的我们看见Jawanda在这里淘汰出局。 那我们希望大家大哥都投入东 prone尾啦。 我们去带 unemploy城了 n字 dominated dem Motive will in. وا,他玩就能给他太快了。 他在那边打外观察A köe- acho。 Jawanda依然用它炸久有闲的大眼睛扫射全场。 那么可以看到这张桌子上只剩3位玩家, 那么应该是要合桌了。 那我們回到藍色的feature table 那這裡我們看還有四位玩家 那這邊我們看見Cutoff位Trying Ling 他跟住了3萬被在莊家位的Devon Tan 加注到15萬積分牌 鏡頭回到波納摩 他手裡的底牌我們還看不到 但是可以看到他這裡正在思考 那雖然看不到他的底牌 但是我覺得他這裡的底牌 應該是落後於另外兩位玩家 他選擇All In 那他這裡選擇了All In 我們看見他應該是槍口位跟住進來的 他這裡可以做個All In 也應該是表示是他的手牌很大 那這手牌的話應該這兩位玩家都很難記牌 1.5 1.5 1.36 1.36 1.5 1.6 這裡我們還沒有看到波納摩的手牌 但我依然覺得波納摩的手牌 是落後於這兩位的 甚至有可能是被主導的 Ace Queen或者是拳拳 我們現在加勢回到紅桌 Ace Queen 那這裡我們看見翻牌前 也有打了一個All In 這邊是AK跟A Go 那好 這裡AK成功頂住 那我們的馬來西亞選手是被淘汰出局 那這裡 我們昨天看見有進前圈的玩家是被淘汰了 現在暫時剩12位玩家 現在暫時剩12位玩家 那回到藍州我們看見Trying Link現在已經有考慮超過3分鐘的時間了 他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Full 那這邊Diven Call 我們看一下Bonnomo的手牌 看一下好像是A圈 看一下 Bonnomo雖然處於淡定 但依然是一臉的 雖然處於落後 但依然一臉的淡定 果然是A圈 那Bonnomo在這個面上 他要繳的是一張K 還有一張Ace 會不會延續他昨天的好運呢 並沒有 那麼這裡應該我們的Bonnomo是被淘汰了 可以看到我們的Bonnomo是一個翻前打的也是非常激進的玩家 這裡雖然他是撞到了Ace King和KK 但是並沒有任何的錯誤 在短桌的情況下面對一個加注他完全是可以用Ace Queen打光 對 特別是有位置的加注 是來自莊家衛的DivenTed 普克就是這樣子 在你通向成功的道路上 你會面對很多的波動和失敗 但這些失敗並不是說你的策略有問題 而是在你的策略中正常的為成功鋪墊的道路 是概率的體現 然後看一下現場現在是有11位玩家 對 然後這個獎詞是應該有8位玩家會分 我有一位打牌打得非常好的朋友跟我說過 只有你輸該輸的地方輸夠了 你該贏的時候才會贏 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你在做一些邊緣決定的時候 你必須非常嚴格的執行你的系統 如果你的系統裡這個牌是必須要支付 必須要去打ALL IN的 必須要加注的 那你就不能去退縮 牌桌上的任何決定都應該是 你在你的系統裡面已經演練過千百遍的 這裡我們看見暫時香港的Divantan 是我們藍桌的籌碼領先者 接下來就是馬來西亞的Traline 然後呢短碼的是Brain Kenny 來自美國 目前我們的盲住級別還是一萬五三萬 這場比賽是在韓國濟州島神話世界度假村 藍頂娛樂場舉辦 傳奇撲克2019超高額豪客賽系列賽 這是本場系列賽的第二場比賽 五十萬港幣買入 好客賽 那這裡我們休息一下 也會給大家播放一些精彩的排局 不要走開 我們休息大概八分鐘 請說 名字姊姊姊姊姊姊可以 請我們分享一些小聲明 這場比賽 終於到了,現在是時間來給你一個正式歡迎來到 Jeju 我認為是正確說我們有一個綠色的球員在世界上 幾乎到最高的地方讓我們感到抱歉 為全球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 我会看到Bottomal有三个OTTS 两人互换了OTTS 但任何草花都会对他进行加强 确实在转牌上 BONOMO他的out发出了一个圈 那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BONOMO又拿下冠军了 随着一个BADBEAT应该是拿下了 拿下了冠军 那我恭喜BONOMO也恭喜我们的 来自马来西亚的围巷 拿了亚军 它显得非常的平静 好可惜 好可惜 对表现非常不错 打了一天的围巷 出局第二名 在关亚军决赛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运气有的时候 是需要一定的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现在是赛场还剩两桌 我们分别为蓝桌跟红桌 蓝桌这里是香港的Divantown 暂时积分牌是297万 Trying Link 236万 接下来就是Jason Kuhn Izak Haxton跟Bren Kenny 那这边红桌 现在是Makita Badisikowski Fish2013 筹码量是276万5千 Romain 263万5千 我们来自中国的 谭轩 169万 马来西亚的 Way Leung 164万 还有Paul Foix 150万 跟Peter Jetton 114万 R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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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排手们之间是打的比较谨慎 他们的翻前剥削还是有一点但是翻后的 这个Race以及面对Bat Race的操作不是很多 他们是比较倾向于在翻后打的稍微保守 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拥有一些很强的手牌很优质的手牌的时候也会由于害怕对手的操作空间而在后尾选择过牌 Romain Romain badly Romain 我们可以看到前卫都放弃那么在COA的科姆失居审变 Limp 早遇到了第2位的O Things 在面对一个limper的时候 在低了位的A-high 是完全具有 squeeze的空间的 即使被跟住这手牌 也是拥有相当权益的 领先性 我说过在短牌这个游戏里面 气排率是远远强过于 排力压制 它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的Kone在 Hijack位拿到了圈八同色 后手筹码是230万 他这里选择跟住三万几分牌 Action现在到Brain Kenny 在Cut Off Way拿到K9 他也选择跟住 那现在我们在Dilloway 庄家位的Trying Link拿到A8 我们有看见他在这个位会打得比较激进 那他用A8不同化的这个牌 在这里选择过牌 好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拥有最强排力的玩家也拥有最好的位置 这对于Trying Link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 面对钱之位任何的下注 他都可以轻松的跟住 既然钱之位已经有人防守 那么他的A小踢脚他是选择放弃 那我们看见翻牌的时候 因为Jason Kuhn他做了一个C-bet 然后Brain Kenny选择做了一个C-bet 他们把最好的那手牌给打了气了 那这边Kuhn在转牌拿到了一对8 但是现在还是落后Brain Kenny手上的一对K Kuhn选择Double Barrel 因为他也知道他的圈8同色 如果在这里选择放弃Check的话 是基本上很难收敌了 并且也非常难以抗拒对手的 在探上的第二次下注 好 这里可以打得非常好 继续选择跟住 好 我们看见Jason Kuhn在这边 好像已经开始准备合牌的下注重盘了 合牌是掉了一张A 在出来A的情况下 Jason Kuhn他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他选择放弃 因为这张A实在是在对手的范围里 很快 检查放弃 两位嘉宾都在想自己的牌室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那么Kun시고应该能明显的知道对手跟住他两条街 他这里是落后了 他直接all in 确实intraling他是有盒牌发出来他的呼噜 他这里是解读自己的K也未必领先 未必能秀得过对手 那么他选择在合牌做一个all in 也是去打走对手范围里面一些比他强的牌 甚至可以打走三条A 但是也比较冒险 那这边Jason Kun他在枪口加一的位跟住了三万积分牌 跟着Brain Kenny Hijack会跟住了三万一对七 他以为有可能是有掐住的底池 所以马上把他的8-6给吃了 还算不错 他的8-6在这个面上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翻牌 只是中了一张敌对而已 那么在转牌出现勾的情况下 那低了位的玩家应该会觉得 啊那无所谓了这个棋牌 但如果flops发出来是A79 那他可能会哭上一会儿 对有时候你知道你打长牌久的时候 你会忘记就是你在这装位 短牌里的装位已经负了你的忙住 所以如果玩家跟进来的话 你是可以过牌的 那这边我们Action切到红桌 这里我们看见谭轩在枪口加一的位置拿到一对K 跟住三万 那隐藏了自己的手牌 好我们的全球的紧手玩家Jaton是继续跟住 用勾圈 杂色 那这边 Makita在Hijack位拿到18 他也跟住了三万几分牌 那谭轩有可能在这里没有办法反加 这整桌看起来他们牌力都不是很强 那么他埋伏失败 那这里有五加进入翻牌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牌里面反而会出现很多像长牌里面 已经几乎不怎么看到的Limp跳 那这里这个翻牌对谭轩来说还算不错 他中了三条K 那我们看见Jaton他在这里试卖两头顺 谭轩轩则在这里领先下主 那下主十万几分牌 做了一个算是比较大尺寸的下注 在16万五千的底池里面下注十万 并且在第一个位置 那么毫无疑问Jaton在这里是一定会至少跟住 甚至有可能反加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多人底池 他直接选择Olin 那显然在之后的一些玩家都没有办法跟住 回合到谭轩是一定会秒扣 因为目前他还是拿到了翻牌的Nuts 我不知道COA玩家在这里拿九沟是在想些什么 可以看到这手勾圈其实反而是谭轩不太愿意在对手的OlinRange里面看到的一手牌 他宁愿对手是SET7或者SET10 因为这样子一手满顺的牌是跟他不太冲突的 并且对他的牌依然有一定的威胁 那Jaton在合牌这里需要一个9或者A 我们可以看到9还是9出现了 这里我们看见Jaton顺利了做了一个Double 他冲马量翻倍到113万5千几分牌 那谭轩在这里应该是只剩下后手60万左右 好久 幸好的是坦轩他的筹码量应该是Cover Jaton的 所以他并没有在这比赛里被淘汰 那我们Action回到蓝桌 在这边我们看见Jason Kuhn跟Bren Kenney进入了翻牌后 在翻牌前Bren Kenney是跟住的 然后Kuhn他是在庄家位他是过牌的 那这里发出来是A96 战时Bren Kenney是拿了一对9战时领先 那他选择过牌后我们看见Kuhn在庄家位选择下注了5万几分牌 好现在是两位玩家都有击中 那这里的队子Kuhn还是比Kuhn大 那这里的队子Kuhn还是比Kuhn大 并且两位玩家都有一个卡7的顺子角 他面对前周围的过牌 他选择继续下注 然后放弃 这就是位置的优势 利用更差的牌去打走了更好的牌 在两位玩家都没有两条街排力的情况下 你在前这位的过牌 会暴露自己的排力封顶范围 而这里优秀的玩家也会对一些强牌进行过牌 那这里我们前注现在是2万 然后呢低老位是4万 这边我们看见Divantan是这桌的几分牌领先者 这边他有288万的几分牌 接下来是美国的Jason Kuhn 253万几分牌 马来西亚的Trying Link 226万几分牌 美国的Izac Axton排第四 可以看到我们的场上的翻前松胸玩家 川英令又拿到了一手大牌圈圈 在他这个形象下 这手圈圈如果做一个加注的话 是非常的可以得到支付的 因为对手对他的形象现在是完全不信任 他已经做过多次的翻前击进动作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这里下注10万 他做了一个18万的下注 对他下了18万 那这边枪口味加1 他本来是可以有可能可以就是翻牌节扣一个raise的 他却学着疯掉 他抓到了一手A圈 那这里应该A圈是可能面对这个加注 是要直接打光了 他直接打光了 那果然打光了 那是一个秒call 那这里的all-in player是brain kenny 如果他这里如果不击中A的话 有可能会被淘汰 那现在我们赛场还剩11位玩家 那也是比较靠近泡沫齐了 我们来看一下flop 是699 那还是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 台面上也是只有一张红桃 也一张草花 那么没有办法形成红门花了 目前是有了7和A的out 因为A可以当5的关系 那么现在他是可以有卡7的矫顺 并没有发出来 那我们的表可以是直接被淘汰 无信的看见brain kenny 被淘汰这个比赛 那他今天还可以参加 我们长牌的六人桌 对 那这个买录也是50万港币 六人桌的长牌是一个更加考验 长牌技术的一个短桌游戏 相信每一位世界顶级玩家 对于6max的打法都不陌生 那这里我们回到红桌 这边我们看见翻牌后 有Jetton Betisakowski跟谭轩进入底池 而我们的Jetton是又拿到了两头抽胜 对 然后呢 我们又看见其中一位玩家中了三条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又会在这里打光吗 两个玩家都各自拥有超过两百万的底 从超过两百万的后手 这里费是2013选择下注 那么谭轩的K嗨是应该是会轻易的戏牌 果然 1.4 需要一倍 Jetton好像这次并没有选择check race all in 他选择跟注 因为这是一个单挑底池 而不是一个多人底池 不需要隔离太多 并且对手的后手筹码也是cover他的 他不想跟对手做一个太过强 太过大的波动 在他上出了K之后他就去选择过牌 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想的是对手的范围里面 赢过他的牌 现在应该是圈石 少量的圈石 少量的对钩 而由于对手是在UTG的范围 那不排除对手有Pocket Ace Pocket King的可能性 因为往往我们知道 在墙口为短牌游戏中 很多玩家是会利用一些大牌进行跟注埋伏的 如果后支位没有人加注的话 那么这些强牌一样会进入底池 但毫无疑问的是 SET8在这里依然是领先对手的绝大部分换围的 所以他继续选择下注22万5千 这个赔率并没有给对手很好的赔率差 所以对手选择弃牌 我们有9的赔率差 不,我们有10的赔率差 5的赔率差 好 我好像可以看到 Fish应该是被拆桌了 他也是说了一句场面话 大家决赛桌见 这一坛是直接用一队购了57万 他的空气杂色是一定扣不住的 7.2 3,3的 Dod 라라 8-3D 8-3 7-17 7-17 六 7-15 现在比赛有十位玩家 也非常靠近泡沫棋 因为如果再出一个玩家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打Head for Hand 还没到你丢到要罚了 我们可以看到前周围的两名玩家 利用A9 A10杂色两手牌 这里是A10直接击中了三条石 那么目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牌面 对它来说 而传闻玩家也是击中了两头抽顺 那么一定是不会for给它的第一次下注 在一个16万的底池下注5万 这个赔率是非常合适去买牌的 选择跟注 那现在到转排 我们现在实胜两位玩家 Paul Fua跟Weilern 那这里转排给Weilern带来了两队 那再次Paul Fua还是领先 三条石 在前之位选择过牌的情况下 他有没有可能觉得自己 可以通过一枪下注来打掉对手的没有石呢 他选择下注 这个下注 尺度比较标准 很像是有石的范围 那么对手在前之位是应该不会破台 但是也很难去加注 但是也很难去加注 在这个后手的余地下 这里是很难加注的 他选择跟注 因为H在这里选择加注的话 是很难留下比自己差的牌 那这个合牌出来 我们看见Weilern 他顺利了买到了顺 在花野道的面买到了一单张成顺 那这里Paul Fua再次过牌 两张过牌 然后Weilern也过牌了 我打了 我打他扣的 Bubble 不可以扣 那个 呵呵呵呵呵 就扣子吧 扣这个还挺 挺实啊 不过我未必有石啦 大多数有石啊 前面打算 那么关念的石啊 没有石应该也不打 波华选择 放弃他的全棋杂色 这里弹圈又拿到一手非常好的牌 他选择跟注埋伏 看看后面有没有人 拿到一手足够squeeze的牌 并没有 那么Romy是一定不会 拿K8杂色在这里做squeeze的 他的打法非常的标准 依然是一个切购牌 没有给前这位玩家任何的 失误可抓 我可以看到谭轩在这里又拿到了顶set 这有时候你可以打整天的牌都拿不到任何set 那这边我们看见谭轩就这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中了两次set 哦这是顶set 对而且这短牌中set可能性是比长牌大对吧 对对大一些 但非常尴尬的是他一次中set是输掉了 一次中set是没有得到很多的外流 对 所以光你自己有牌不行 还需要对手也有一些强的支付 那我就喜欢就是八把都有酷了人家 对那当然是最爽的了 就是冤家牌对很爽 那这里我们看到蓝桌 Jason Kuhn在UTG加1的位置上拿到A9 那他在这里选择加注到12万 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是有290万的几分牌 在前注只有2万的情况下 他的手他的几分牌显得非常非常的健康 他自己选择给做一个跟注 两位玩家 现在的底牌 都是比较边缘的 那么A9是完全miss 并且他没有位置 不知道在这里 两位玩家会怎么去操作这个底池 Kuhn挺无奈地选择够牌 那如果Tom Davin是在这里选择下注的话 应该是可以轻易地拿下底池 即使两位玩家的手牌互换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因为的确在短牌里面位置的重要性是比长牌里面更显得重要 因为在长牌里面 很多对手的前置位 Float以及前置位的策略做得还比较完善 在短牌中 各位玩家对于这个新兴游戏在前置位的一些牌的权益保护能力还是比较的陌生 这并不是单个玩家的水平问题 而是这个游戏毕竟是才刚刚发展 整个系统还并没有一套非常非常广为流传 或者说一个比较值得大家所幸福的一套体系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当像传奇扑克短牌赛事之类的比赛渐渐多起来之后 大家自然而然会摸索出一套比较公认的可以进行优良游戏的一套系统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在比赛中对于一些策略还是有一些分歧 不过大部分的欧美玩家是喜欢 沿用长牌里面的小球派打法 在前置位是混合Limp非常多的范围 在后置位特别是低了位 在有长牌的情况下进行一些暴力的squeeze 这手牌 Fish2013是拿到了一手天大的底flop 中中队 买花 买顺 这手牌的牌力是完全支持跟任何牌打光的 在得到对手的棋牌之后 他说他拿到了一手非常非常强的牌 我会有一个直接发动的可能性 我会有一个确实的牌手 我会有一个确实的牌手 Dirin Tan在這邊搶口為加一的位置上拿到一對八 選擇跟著 Action到了Badak-ZikalskiFisher2013 他在這裡拿到了手牌也不錯是K-Train Koen在莊家位拿到勾勾一對 他並沒有選擇加注 他在這裡也過牌了 我們現在是三位玩家看範圍牌後 這裡是十九七的翻牌 在這邊我們看見戰時Koen還是領先 手上是一對勾 那這邊Badak-Zikalski 他是有可以買卡順的機會 他也有兩張高牌 所以出來任何圈跟K 他的牌力都是會強過Koen Dirin Tan在這裡拿到買兩頭順的機會 那這發出來的翻牌後真的有很多時候跟每位玩家都有關係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不知道的是 前置衛下注的對手手裡正好有兩張他需要的牌 这张钩如果扒出来的话 是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会给 飞少林三带来纳斯顺 那还好 特上是一张A 基本上封锁了所有玩家的行动 这是一张 惊悚牌 也是一张 基本上是可以封锁 所有目前 场上三位玩家手牌的一张牌 他这里会选择继续下注吗 这张A 他要利用起来 那高手的 策略就是 在前置位的对手 视若 暴露了自己被盖帽的 排力范围的情况下 利用腾上的惊悚牌 去做一些 bluff 即使他目前的排力是 领先的 但是我们属于上帝视角 并不知道这一点 就他们处于玩家视角的话 是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的 那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他们的排力都不支持去跟住 可以看到高手就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能剥削对手的机会 然后他们在说这一周每天都有比赛打 对他们就是说这真的可以不停地打每天都打 他说他说在两个礼拜里面他的体重掉了11磅 11磅是5公斤吗 11磅是5公斤 11磅是5公斤 我听到了吧 其实打不课还是能减肥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吃饭 那我们在桌上开阶 很多玩家是没有dinner break的 他们就是晚餐的时间也是在桌上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intra在合牌做了个卡顺 这边他是890勾圈 那他在最好的位置就是庄家位 面对两位玩家过牌 他是这里一定会下注的 但是对手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对手的牌力都不是很强 他下了一个小注 希望对手的支付 但这里我觉得好像对手是很难去支付他 对手的支付 他选择抓吗 他选择抓 在破坏之后,共识很喜欢去开玩笑式的骗人 我可以看到西方的玩家是非常的幽默 我又有一首非常好的牌 我在盒牌击中了一队 KICKER也不错 对,我有一个比较大的KICKER 那这里Hijackway Jason Kru拿到狗八童话的牌 对,这样的对话仿佛让我想起了最早学牌的时候 像小孩子一样,对扑克这个游戏充满了热爱和憧憬 你不是现在还是小孩子吗 我可以可以 我长上还是比较的年轻 虽然我的真实年龄已经接近奔四 好吧,奔三奔三 不过很多人听我说话的声音会觉得可能我的年龄还会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翻牌是来十四七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Trying Ling 暂时是领先 而且就是高张K圈 那这边呢,Diven Tang他是有位置的优势 他选择下注了四万几分牌 那他这里呢,也有买算的机会 那这个转牌给Diven带来了一对六 那这个转牌也是同时给K圆带来买花的机会 那这里K圆可以中任何红星跟任何九 那这盒牌确实来了一个红星 那这边我们看见K圆 他是 这手牌的 应该拿下底次的玩家 那当然我们在盒牌的时候 很多时间我们可以看见就是 好,就是最好的那手牌也会被人家打Full掉 那在这个两队的面上 我们看Diven会不会做出任何动作 但是这边K圆应该会下一个value bit 那当然这是这个短牌游戏 我们也知道这花是比俘虏大的 他这里如果独对手有葫芦的话 这里是需要下一个重组 下了一个超齿,果然 他下了一个超齿,就是希望对手拥有一定的七和一定的十 去抓他 去支付他 对 那这边大家会问为什么葫芦是没有滑打呢 因为在短牌里面 这葫芦的概率是比葫芦小 面对这样子一个30万的下注 到David这里是否会选择 进行一些反操作呢 因为他知道这里抠上去他是不大的 既然他在这里想,那么说明他是有斜念 因为这个牌面是比较湿,这个牌面是有花有双弓队 并且有顺 面对对手这样子一个高额的BET 对手的牌也是成两极分化,他选择放弃 因为这里选择反操作的话,他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桌的积分 牌的绑 这边呢,Try in lane 是有前注152个 然后呢,积分牌是304万 接着是香港的Divantan 排第二,Jason Kuhn,Makita,Betisakowski 我们现在依然是2万4万的前注 我们的Fish 2013的眼睛是非常好看的 很深邃 而且颜色很深 如果有近距离特写的话是可以感受一下 他这里做出了一个比较致敬的动作 他直接在窗口位用K勾 同色这里加注 是跟之前的一些系统不太一样 那他这里一个突如其然的加注 其实展现的牌力是比他目前手持的牌力要强的 当然,这个短牌的游戏 我们会看见 大家都有开始自己不同的策略 那这样就是大家都应该以后 这个游戏会打得就是 比较更competitive我觉得 对 因为如果大家都打得一样 那没有人会赢 但是如果像谭轩他打得就是有点不一样 跟我们好像有看见就是Jason Kuhn 对,也会打得比较激 他会在游戏里面找到更多的波动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这样子打法的好坏 让结果去检验一切 长久的成绩能证明你的 排技和水平 以及你的系统到底是不是 适合这个游戏 这个短牌的游戏也刚发明不久 这个短牌的游戏也刚发明不久 所以大家都在这里的经验也不是很足 特别是短牌的锦标赛 那也差不多只有传奇扑克会举办 那今年我们有看见好像WSOP 也竞加了那个短牌的比赛 是吗? 今年的WSOP好像是新增了不少的赛事 然后他还降低了买入 很多小买入的赛事也拥有非常好的忙住结构 那这里我们看见枪口加一的位 Try in lane用A圈加注到16万 可以看到在目前这个泡沫期阶段 大家变得在翻前的激进动作越来越多 那这里是撞到了一手top range 在这个马量的话 那应该Try in lane是不太会选择for给他吧 那这里Hexton他应该这边 会做一个all in 应该是一个all in 面对这样一个all in 我们看一下全国加一位的玩家 他的后手筹码有290万是可以call的 73万 减去16万 那这些桌上的玩家对Try in lane的加注 也不会太害怕 因为我们有看见他有比较边约的牌也会做加注 他需要加53万 57万 他需要加57万去call 那赔率是够了 因为他自己做了一个加注 并且他这里如果不call的话 面对一个短码的all in 他这里做出了一个窗口加一位的race 而想放弃call 那么他的形象会被桌面所知 他的桌面形象就会变得很差 对